我看阿姨的短片 我之前了解过 我们阿姨的一些状况 挺不容易的一个女人 主要是她给她的表妹 亲表妹 一家的姑娘 出轨 出轨我等她三年 我说哪怕是差一天回来都可以 但是她没有回来 她三年没有进家门 所以当众在期间 我起初离婚 她因为不找面 起初三回也没离了 最后是孩子也劝 他们家的弟弟也劝 最后我俩零四年才离婚 就她不回来也不离婚 她也不离婚 但是她也不过好好过日子 我多次想跟她沟通 但是都没有机会沟通 她好几年不回来 所以你人都抓不住眼 没法沟通 那时候电话 没有手机吧 可能是 一个是国家法律 是不允许的 和表亲之间 另外一个是 在伦理道德上 也应该知道 有这样的界限 如果她除了她表妹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 那这个人的道德品质 是有问题的 所以能不能容忍呢 在这一方面 你就看你的心理 如果不能容忍 即使止损 那就是你应该做的 咱们女嘉宾是选择了 给她三年的机会 但最终也没有换回对方的心 那就说明这个人 可能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包括她最后的这个决定 是吧 咱男嘉宾 你感觉 在夫妻生活当中 如果有另外一半出轨了 是应该给她机会 还是不应该给她机会 马上当断即断 她要出轨了 这两个人就分手 就完事了 你说你杨广道 我说我独不巧 就完事了 那咱们的密室女嘉宾 有个寡断有什么意思 你不回来 像她说 这三年不回来 还不理 那站起来 不拉屎 那你还能过什么 那就得起初 协议不好使 就得起初 通过法律渠道 好 来 我们连线一下密室 为了孩子给她机会 毕竟是一家人 怎么个给机会法 可以给她机会 看看能不能挽回 挽回不了 那就得离 不可能等她有下一次 那您这有个界限吗 是说有什么条件吗 你做到什么什么样了 我可以跟你过 或者是说 你现在必须得跟外边 断了 我可以跟你过 你外边断了 不断了不能过 然后你就真的 能相信她了吗 相信她以后 再也没有外心了吗 就不相信 为了孩子也无奈 来 咱听听别人的意见 这个有一部分的女嘉宾 就曾经也都做出过 这样的决定 好多的女性 包括男性 也是选择了这样的隐忍 说是为了孩子 为了整个家的完整 继续过下去 我看别人呢 有人有什么别的说法吗 我认为男家 那个男的要是出轨了 他是不能改的 有一次就有百次是吧 对呀 这也我也听过这话 不能给他机会 那您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你觉得 我就是当地立断地 就是跟他分手 这事您遇到过 没有 我是四十年的婚姻 恩爱如初 没有出轨 所以相信爱情的人 总觉得如果背叛 那就永远没有以后了 对 我就忍受不了 就说男是出轨这个问题 恩 你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它到底是主动地去寻求 还是因为有一些被动的被套路了 所以这个需要我分清一下 有套路这码事吗 其实你知道吗 说有套路的话 也是被动的半推半就 所以呢 就是一定要看清楚 他如果心思还在家里面的话 为了孩子成长期 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考虑完了之后 女人的心里面能不能过了这坎 这是关键 因为有好多人的是给他机会了 但是却永远拿话在扎他 在敲打他 永远是一个小辫子在他的手里攥着 对 男是 对 男是反而觉得离心离德 过得没有意思 反而他越来越出轨 所以呢 如果女人心里面能够承受这一点的话 那你就可以容忍一下 如果不可以 你就是原谅了他 你心里面也是不能容忍的 那么这像苍蝇一样 各在你的心里面 你永远是往外推他 所以那样的话 孩子影响更不好 他对婚姻将来会很有恐惧感的 对 好 来吧二位 请起 今天您二位能不能有机会 能够牵手走下去 我们阿姨温柔善良 也值得被人善良以待 阿姨 来 上座休息 一会儿见 好吗 好 这边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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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